其實二十多年前我都在創業 我們當時創業哪有那麼多支持 其實我覺得很支持香港的年輕人 在全世界找機會 尤其是在大灣區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一套無線劇集 叫回歸 裏面說的大灣區創業比賽 勝出者可以去深圳前海創業 其實就是以我們這個創賽做藍本 年輕人又有新的創業機會了 2022年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8月12日截止 四個賽區包括香港、澳門、廣東和台灣 總獎金達到700萬元人民幣 設有企業成長組、初創團隊組、大專組和中學組 不如我們聽下去年的得獎者的分享 跟前海管理局做了一個第五波的視像文產服務 幫了超過三千位本地的COVID確診者 因為參加了前海這個比賽 我們得到了廣泛的媒體報導 令很多公司透過前海的平台 去知道了我們這個方法 變相達成了很多的合作 包括我們由60間醫療中心變成300間 其實我是做智能手錶的手勢操作 即是帶著一隻普通的智能手錶 可以檢測我不同的動作 因為參加了比賽之後 我突然收到一些我很想有的引戰 是一些很大型做手機公司的合作 現在正在聊天 是因為大賽 剛巧有些評委幫我做一個合作 我們公司製造了一些 叫做智慧交通的產品服務 我們贏了比賽之後 有些巴士公司都找我們 去進一步談一些合作 我們其實現在最近在深圳前海 就真的開了一間分公司 他未來的那個定位 都是會做多些R&D的一些研究 然後再將上面的技術 再帶來香港做一些rebanding 還有希望可以將相關的產品 在香港再發揚光大 我是台灣人 我都在香港導臺的 然後我都在香港傳譯 那我們目前Dotterpan 其實做的是中西結合的 通證醫療中心 參加前海這個創業比賽 那個時候我們只有一家診所 然後三個月後 我們現在已經有九家診所了 那我們在上個月的時候 在深圳也開了第一家分店 那也是跟前海創業大賽的一個扶持 那深圳現在要開第三家分店 那前海這邊辦公室的很多的這個聯繫 也都會給到我們 那包括有一些融資啊 投資啊 這個投資人的一些對接 所以我覺得整個環境上面 市場上面的了解 也因為參加這個比賽 可以更深更廣這樣子 比賽對初創的支持是全方位的 符合條件的項目 會被推送參加 第十四屆 中國深圳創新創業大賽 和第十一屆 中國創新創業大賽 港澳台賽 得獎者可以獲得推薦 進駐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並且獲得城市大學 Hong Kong Tech 三百計劃支援 創業資金方面 更可以說是零成本 大家好關心獎金了 如果你只是香港賽區贏了冠軍 其實你已經可以獲得十五萬的金獎了 還有假設成大的評委 所以看中了你 拿多十萬港幣 就是如果你假設贏了全場總冠軍 你就會有三十萬人民幣的獎金 另外 你好優秀 甚至拿單項獎 都有機會 再多三萬 所以加起來 大約六十多到七十萬的最高的獎金 符合條件的 有機會拿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的科技創新獎 和共融創新獎 有十萬萬總資基金 如果發展得更好的話 我們歡迎他們來申請我們的一百萬的天使基金 再進一步 我們和華人也合作了一個一億的投資平台 那個項目一再投的話就一千萬 我們也和Science Park簽署所協議 因為Science Park都覺得 我們培育出來的隊伍非常優秀 所以從去年十一月開始 所有我們的總資基金的十萬元 都有絕大機會 可以拿到Science Park另外十萬